光复乡许首队一年一度的捐血活动原本以为门可罗雀 不料光是一个上午号码牌就已经发到了40多号 捐血民众就说疫情期间都不敢出门 现在捐血车就开到了巷子口 当然是当仁不让 疫情期间办理捐血活动的光复乡许首队 原本担忧这一次可能来捐血的民众是寥寥可数 不料捐血车一停靠活动旗帜才刚擦好 就已经有不少民众前来挽袖捐热血来响应 在保持安全距离保持防疫的安全之下 大家都可以挽起衣袖来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除了捐血车数超过上百次 也有家庭主妇配合现场防疫措施来捐血力挺 希望在疫情各地血库闹血荒之际 也能尽一点绵薄之力 光复乡许首队一年一度的捐血活动在疫情严峻期间来办理 不仅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反倒前来捐血的民众比去年还要来的热络 其中还不乏有台糖农会相公所以及彰化的企业厂商捐助礼品物资 令许首队万分感动感激不尽 我们捐血活动已经到今年已经第五个年头 那很感谢我们赞助单位是我们彰化现新股份有限公司的 白瑞胜董事长所捐赠的白米 我们这次的协伴单位是由台糖花莲区处以及他的工会 他们也协助这次的活动并且赞助这个冰品 那我们知道一个这个虽然有疫情 但是我们的这个爱心不能打烊 我们的热血也不能足不出户 一定要出来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谢谢各界今天的捐血的活动非常的踊跃 感谢各界大家的帮忙 防疫不可少捐血不能停 民众对于参加捐血活动似乎也有些却步 队长表示只要配合做好防疫措施 每个人都可以当防疫的热血英雄 帮助急需用血的患者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